穿著貴色雙衣的男子 被大批警力包圍 趴在地板上 一動也不敢動 手往前 手往前 打開 再打開 乖乖聽話把雙手打開 涉嫌販毒逃逸兩年的通緝犯 還大膽的從操就業 繼續走私毒品販毒 我們等於我們把這些東西扣進去 在你面前 我們裝 走於7點 11塊 11塊 住宅里暗藏著大量分裝毒品的器具 一塊一塊像是磚頭大小的 其實是純度極高的海洛因原磚 住在高雄左營33歲的餘姓嫌犯 因為販毒被判10年 遲遲沒有到案執行 原來他夥同他的國小同學 兩人狼狽為奸 走私大量海洛因原磚入境 經過西市加工 押磨成磚販售 賺取暴利 根據了解 一塊原磚高純度海洛因 價值超過200萬元 比黃金還貴 警方總共查扣11塊 重達5公斤 估計一塊海洛因原磚 可混合再製成數十塊海洛因磚 經層層轉售暴利驚人 因此余嫌等為眼人耳目 將毒品工廠藏身於民宅 進行加工加料壓制 販賣以獲取暴利 苦苦追查通緝犯兩年 發現竟然有案外案 余欣嫌犯和同伙設立 小型毒品分裝廠 販毒牟利 不過種種惡行 早就被警方盯上 待到實際攻堅將兩人逮捕 以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整辦 TVBS新聞 徐寇晨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